今天我给老铁们分享一个发动机着火的不稳 伴有着异响声咔咔咔咔的 故障你挺吓人 但是实际的问题没有那么难 来我来教你们一招 我一个小小的操作 就能让这台车的问题解决 用扳手敲动这个东西 车袋数就稳了 看没看见 异响声也消失了 袋数着火也稳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车主大哥在当地维修 那就一个复杂 而且还没修好 为了修此问题 车主大哥更换了点火线圈 火花三 以及喷咬嘴 开换的东西都换了一个遍 结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大老远的从辽宁银口跑过来 而且旧件都带来了 打开了后备箱 红色的小塑料袋里边 包裹了他的点火线圈 喷油嘴 以及火花三 看到了这一堆配件 我也是感到心酸 车主大哥跟我说了 这些配件 之前那家修车厂告诉他了 推不了 都是电子的件 说上车了就不保了 我一听这话 现在的修车界都是怎么了 这不纯粹都是无赖的表现吗 我下面就把原车的配件 重新给它复原到车上 把之前换的副厂的件 也都给它拆下来 来 现在呢 我给老铁们说一下重点 我手指的位置啊 就是这台车 刚才我敲的地方 敲完了 代数就稳了 老铁们会问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今天我来告诉你们 我下面猜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台车的 一级阿尔法 刚才你敲了一下 好使了 治标不治本 必须啊 把它重新拆掉 然后呢 给里边做一下清洗 就是里边的急探多了 犯卡了 一级阿尔法里边啊 只要是堵塞了 里边的电机呢 就会放卡 一放卡了之后啊 就会导致发动机 杠内混合器不对 混合笔不对了之后啊 车呢 就像刚才那样 是着火那 突突不稳 加速无力 一级阿尔法 拆掉之后啊 明显的里边啊 已经堵塞的 非常的严重了 咱们呢 只需给里边 做一下清洗 就能把这个问题啊 给它解决了 这个一级阿尔法 你轻易它是不坏的啊 我用小扁口肉刀一抠啊 里边这个黑炭呢 是一块一块都挨掉 卡的工作原理就是啊 不能让这个电机长筒 里边有积碳了呢 就能导致这个 一级二级阿尔法长筒了 长筒了 排气管的废气呢 死终往进气道 延绍室里边走 就会导致混合器不对 这个东西啊 就跟那排油箱 蒸汽那个活性烫罐电子盘 工作的一样的原理 也得需要啊 定时的清理 保养 看这里边 清洗准来多少集碳 多脏 刚才啊 这台车啊 来的时候啊 就是加速无力 排气管子冒黑烟 明显呢 就是混合器啊 过浓 让我所不能理解的就是啊 之前这家修理厂 给这台车车主啊 这台车给祸祸的啊 原厂件呢 给换了差不太多了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啊 车主啊 是被逼无奈啊 逼上两三了 跑我这块来了 老铁们呢 在修车的时候啊 必须啊 都找准家 不能啊 随便啊 找一家啊 就维修车了 千万呢 不要把自己的爱车呀 花了钱 还让别人呢 给你当成小白鼠 去做实验了 就像这家修理厂次的啊 历处的都是霸王挑鱼 换完那件呢 还不给退 你说车主 他有多心酸 一系二法啊 清洗完毕 车辆呢 已经着车了 着车呢 也是非常的稳 稳稳荡荡的 一点问题没有了 之前呢 这台车的发动机 着火的声音 听着确实挺吓人的 实际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代数呢 回到了原有的八倍段 每一台车啊 必须做到 以省钱的方式 把车修好